欢迎收看妈妈好神 好 家里的剩饭 因为剩饭通常是一定都会出现的 你如果煮太少大家吃不饱 你也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做好一个妈妈的 剩太多你会觉得很可惜 剩饭是怎么样保存的 然后最常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会有剩饭啊 大家 我觉得大家家庭主妇都立志 要做到刚刚好 是 可是我们家里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变因叫做老公 他最近就说他想要减肥 他立志要减肥 所以他中餐跟早餐都吃很少 然后他就会 下午就觉得饿到受不了 他就赶快打电话来说 老婆 晚上饭多煮一点 然后晚上可能会很饿 然后结果他可能在公司 因为他就是主管嘛 然后走来走去说肚子很饿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就是 献上抽屉按藏的零食饼干 就开始喂食 把它喂饱了 然后他吃一吃觉得 好像有点羞耻心 不是说要减肥吗 所以他回到家就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不用吃白饭 因为我在减肥 白煮了 OK 那我电锅满满的白饭 是要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所以我就会用夹链袋 那可以冰冷冻的夹链袋 然后分装一份一份的 可以 他冰在冷冻裤 可以放两个月以上 所以今天就算这个老爷跟我说 要回家多吃饭什么 我也都不理他 就等到他踏进家门坐到餐桌 他说的话才算数这样 再加热不会变质 或者是味道怪怪的 我实验过 就是如果你刚煮好的那个时刻 就马上把它冰到冷冻裤 是热的时候吗 还是把它变冷 没有 没有变冷 热的时候 对 热热的时候 然后冷冻裤不是会有一块 那种铝还是铁的那个金属的板子 就把它放在上面 它是可以快速降温的 所以就把它放在那个位子 然后它就可以冰两个月 然后你要热的时候呢 因为我都会放在夹链袋 大概都是类似碗的形状 是 然后就把它放到碗里 然后上面盖一个盘子 微波 大概两分钟 所以相当独好的一样 不错 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加热的饭 其实是吃得出来的 对 宋哥呢 你有在煮饭吗 哥不煮饭 哥煮了煮饭这件事有点困难 哥的声音好定诚 因为光是洗米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门学问 洗米 对 因为你洗两杯米 然后洗出来他们吃完 他们就觉得吃不够 对 就再叫你再去煮 比如说半杯米或是一杯米 然后等你煮好之后 他们又跟你说吃不完 对 太多了又剩 所以我就想说那隔天 我们就煮两杯半的米 这样一定就是 大家吃的都刚刚好 就隔天还是一样 就是还是会有剩又太多 我就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不是科技都很发达吗 我就想说保存它的方法 当然就是放回电锅里面 然后按保温 然后 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常常外食 所以等我再发现那个电锅的时候 它已经通常都是过 九十九个小时了 九十九 因为电锅最多只能显示九十九 你真的太难了 但是它有可能就已经超过了 那很耗电吧 天哪 那打开来是什么样子啊 打开来的时候它就是变成 黄色然后是干掉的那一种 对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规定 自己就是说 好 最多我就是放 两天四十八小时 我就要把这白饭给出去 你都有用保温喔 就按保温就好了 对啊 其实我比较喜欢小厨娘的方式 因为她是在还没有沉过之前呢 她就把她这些多的饭 就直接把它放到冷冻库 去保存 那我比较不喜欢宋哥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 我们会在那个电锅按保温 但是你开开关关 事实上它达不到那个温度 很容易长仙人 长甘菌 其实过去曾经有人 就是一打开 就很多 霉菌的菌丝就出来了 对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 放在这个电锅里面保温 那也不喜欢就是你沉我沉之后呢 然后在剩下的饭 再放到这个保温去 再放到那个冰箱去 因为你在这个沉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一些细菌啊等等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像小厨娘这样 其实我个人大概 我们家都没有剩余的饭或菜啦 因为我都觉得 对 不要吃 要去她家吃 她说 虾子吃两条喔 可以吃 真的喔 真的 这个压力太大了吧 真的 真的 而且我们 对 而且我们也会真的 你要吃多少 然后我就煮多少 我们家没有多的东西 只有说 吃那么小 你吃那么小 没有 下次我会拍照 那我想问一下 譬如说像我的方法 跟宋哥有点像 可是是不要按保温 然后譬如说放到隔夜 早上起来 我可能就吃冷饭 或者是我那时候在弄保温 这样子是OK的吗 其实这样不大好 因为过去也曾经就是 有一些化疗的病人 是我禁止吃这个炒饭的 国外蛮多这样的建议的 因为他们发现你 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那个温度下降的时候 你六十度以下 很容易长一个东西 叫仙人长杆菌 然后再去炒饭 你没有炒得很 这个温度达到杀死它的话 后来就得到这个 败血的情形 后来就死掉的案例 那这是在国外发生的 所以其实你只要吃不完的饭 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放到 这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放到冰箱 还有饭锅 一定要擦得很干净之后 然后把盖子打开 让它通风 要不然你问在里面 其实很容易长菌的 大家不知道我们印象 之前在高雄 某个团餐的供应业者 他就说 他的白饭被验出了说 你怎么用了一个东西 叫仙保利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大家都觉得 怎么放东西来让白饭怎么保鲜 其实问题就是 台湾这个气候 那个白饭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做适当程度的 保存的措施的话 它真的就最容易长的 就是那个仙人长杆菌 之前有个医生 然后他就说他接到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就是那种 很勤俭的家庭主妇 那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便当一来 大家先不碰之前 就先把白饭 把拨出来信 你不吃的 他就先拨 然后整理起来带 OK啊 没有吃到 所以他就第一个 大家都没有碰到啊 对啊 很干净啊 然后拿来啊 然后就弄了之后呢 就带回家 就那一次呢 带回家 可能也是在 加热的过程中 因为他本来想说 炒饭嘛 炒饭可能当天 他可能心情比较急 还是这样就随便拨一拨 因为饭都熟的 就随便菜货一货就吃了 没想到家里面 真的抵抗力比较差 那个小男生 就开始说自己想吐 肚子痛 开始拉肚子 就后来送去医院 医院就觉得 可能他这种情况 就帮他减体什么流 就发现真的是 仙人长杆菌 所以在想说 你没有适当的冷藏 然后如果你炒的时候 温度 中心温度不够 到一定的标准 其实他相对是耐热的 你不要想说 如果会翻翻翻过应该OK 所以人吃到 刚好你的 这么确定 可是有时候如果说真的 譬如说把它丢掉或干嘛 就觉得很可惜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们可以好好发挥 好媳妇的精神 让这些多煮的饭 我们不要浪费 那小朋友不是都很喜欢吃 冰淇淋吗 那冰淇淋它其实就是 牛奶加鲜奶油加玉米粉 然后就想说 那白饭跟玉米粉 一样都是淀粉 那我就用白饭去取代玉米粉 然后就是把 牛奶加鲜奶油加白饭 2比1比1 放到果汁机里面去尬尬 它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直接放在 冷冻室里面 冰八个小时就会变成 冰淇淋 真的吗 冰淇淋其实 真的吗 其实它算漂亮 而且它有冰淇淋的感觉 它就是冰淇淋的样 就像小美冰淇淋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你啊 可是它没有像你市售的那种 冰淇淋那么的甜 那么的就是 黏密的感觉 很妙 我觉得说很妙 它的口感的确 你从来没有这种口感 有冰吗 有冰 那是冰淇淋吗 它就是冰淇淋 你会叫它冰淇淋味吗 它的那个颗粒会比较 比较粗 它是有点像雪酪的感觉 对对对 有点像雪酪 我第一次做给乔妹的时候 乔妹就很喜欢 因为小孩子嘛 它就只要觉得有冰淇淋 它就很开心了 对 然后最后我就研发了第二种 就是剩半汤圆 我都是直接在饭锅里面 然后加一点点的韓鸡粉 其实也可以加太白粉 韓鸡粉 对 韓鸡粉 这不能吃到这还没煮啊 这是生的 生的 超线 煮好的在那里 对 然后做一桌之后 它就会 它就会有点像面团那样子 然后就再加一点粉 放冰箱 它可以放到两个月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觉得 我做的这个米汤圆 比市售汤圆还要好吃 真的 真的假的 我同意 好Q 这个也是这个 而且你看我都已经放凉了 它是Q的 对 它好Q 这个我要回家做 这好有创意 而且你看 我用一碗生饭 就可以做出很多汤圆 台老师这个应该很得分吧 对啊 我觉得它这个方式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因为它有再去煮过 我觉得会安全很多 那如果是要打成冰淇淋 真的就是你当餐打完 马上就是把它吃掉 不要冰冻过的再拿出来 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危险 那冰冻过的还是确实煮热 会比较安全 你厉害 第一个就这么厉害 不明压力大了 有没有 就是我 可是我觉得我这也很不错 因为像家里有剩饭 是 我就是 因为小孩子小嘛 所以真的就会把它拿来 做成小孩喜欢的口味 像这个就是 剩饭玉米浓汤 有 小朋友好爱玉米浓汤 有什么概念吗 而且它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像我们一般做玉米浓汤 会加一些奶油啊什么的 是 我们就用白饭 它其实淀粉的成分也会格格来取代 所以它其实成分就是 然后还有这个白饭 然后比例 大家白饭不要太多 就如果比例的话 我会建议白饭跟玉米的比例 大概是1比3 因为你饭太多的话 就会变成玉米饭 哦 也对 那你那个饭有处理吗 有 我就是会把它们三个 都一起加到 放到果汁机然后打 然后像我想要加 增加一点香气 我这里面还有额外加了那个 洋葱丁 就是把它一起打 打完之后去小火慢慢慢慢加热 不要用太大的火 因为牛奶很容易就是会焦掉 所以我就是小小的火把它加热 然后最后起锅的时候 再加一些玉米粒 还有我就加那个红萝卜丁 哇 就会很浓 就是 可以用来烩饭 对 这有点 得分 有吗 有吗 而且这个小牛虎应该会很喜欢吧 对啊 小牛虎应该很爱 这一定是零失败 这好好吃哦 因为其实像我做芝麻糊 我也是用黑芝麻跟白米的 所以它其实就是代替它那个勾钱 对 真的非常营养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浓汤 像有时候 因为我们家只有两个人在吃 所以白饭其实晚上也都会剩 那我也是直接隔天早上 我金条铃鸡打 那我跟它的做法其实有点类似 可是我会用那个南瓜 南瓜带皮 然后做南瓜浓汤 然后我会打那个金针菇 因为金针菇有时候真的 我自己不是很爱 因为它有时候口感上很难消化 对 所以如果早上要搭配的话 因为你白饭本来就是主食嘛 然后我就搭一个南瓜 南瓜其实它是有 比较有多一点膳食纤维 因为白饭膳食纤维很低 所以你一定要再搭配一个 高膳食纤维的主食下去搭配 所以刚刚那个妈妈搭那个玉米 也非常好 因为玉米的膳食纤维很高 可以提高白饭的这个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 所以白饭我觉得啊 适合怎么样 就是因为你前一天晚上 你一定会放起来冰嘛 那冰的隔天拿出来 其实在营养学上面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有 所以非常适合想要减肥 或家里有比较胖的小朋友 想要减肥可以使用 那抗性淀粉你隔天 隔天其实你还是可以复热 没有像以前这样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吃到 我以为是要吃冷饭 对 吃冷饭其实是早期 我们在讲说抗性淀粉冷饭的话 它大概热量打个七折 其实你可以把它复热 复热完之后 它的抗性淀粉大概打个八折 所以其实都还是有 对 那你可以拿来 像刚刚提到的炒饭啊 或是包那个寿司啊 比如说像我常常吃青鱼 然后青鱼就把它弄成碎碎的放进去 然后菜我觉得可以用一种菜 我试过很多菜 只有青江菜 它的隔天复热之后 它不会有味道 而且刚好你的饭腿里面 又有淀粉 又有鱼 然后又有青菜 我觉得这样的组合 可能会是比较营养健康的 而且青江菜 就会形成一个上海菜饭的味道 对 非常好 然后又不会就是 超奖救的 上海菜饭 饭团 好高级 刚刚这个米我觉得还算OK 紧接着这个我觉得是最伤脑筋的 是什么 就是蔬菜类 蔬菜剩下的真的麻烦 对啊 而且就像你们这些营养师跟医师讲说 菜都不要剩 菜都不要剩 就那么多不剩 可是我觉得这种类 就真的很会对于隔夜菜这件事情 就很在乎 对 像我以前小时候 从小我妈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那个菜如果没有吃完的话 你要放凉再放冰箱 因为如果你热热地放进冰箱的话 来面那个木炸 就会一直洗 然后这样就会浪费电 而且冰箱会很容易坏掉 可是后来长大了之后 我又看到人家说 可是你那个菜啊 从热热的放到冷冷的 放在室温底下 它会容易滋生细菌 那我就觉得 我现在到底是要为了冰箱好 还是为了我的健康好 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 我就是 我吃剩下的剩菜 我就会放到一个玻璃的保鲜盒里面 然后现在冰箱不是都会有分好几层 然后我有一格是专门是 -1到-3度的微冷冻 我就直接把它放进那个冷冻层 然后它就会急速降温 可是它不是真的完全把你冻到那种 变成冰块那样 那我之后 我隔天要再来加热 其实也方便 其实如果你今天确定 你有这些菜是吃不完的 就不要你夹我夹它之后 那个就直接把你不吃的那个部分 装盒子去保温 去进去那个冰箱 这样会好很多 因为你夹我夹它夹 事实上就会有细菌 所以你是先取出你那个不吃的 先去这个冷藏 那这个还是要讲一下 这最近有新的研究 就发现呢 你其实炒完菜 放在室温下 大概就很快就是60度 那你不要等它冷 你就装好 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冰箱 那不会影响冰箱的温度 然后也最不容易长菌 对 原则上我们家没有那种多的青菜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功力越来越深的时候 其实就会煮差不多 对 那真的你看已经快要削不掉的时候 我就会拿起来开始分 你吃这些 你吃这些 那真的没有人要分的时候就 因为反正它是膳食纤维 对 膳食纤维 对 膳食纤维 所以我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根筋类 我自己会保留的就是 我会把它汤汁都倒掉 我会把汤汁倒掉 然后只把根筋类的留在那个收纳盒 然后我一定会冰 都冷藏就对 都冷藏 因为我晚上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没有办法忍受那个菜 在我们家过一夜这样 过一夜要收钱这样 不行 不行 可是其实网路上那些标题 才是这样的恐慌 因为他们都会吓说隔夜菜 恐离癌 对啊 那可能又有另外一篇 可能又说不会 到底会不会 这个应该看我们 所有的研究都是要看 尽量跟时间的关系 那你说隔夜菜会不会离癌 之前有人报告案例 但是那个案例 它是认为推测可能是 就是说其中有一个 六十几岁的祖父 那祖父就是很节俭 所以他常年常常那个 家里如果吃剩的菜 都是他在处理 然后隔夜一煮再煮 是干嘛 后来真的后来有一阵子 他是因为常常胃痛 然后后来真的痛到受不了 然后甚至有点邪便干嘛 去看医生才发现他得胃癌 问题就是说 他常年吃 而且当年常跟一件事有关 就是说呢 古人还会用一个那个帮打 那种 对 对 对 绿色的照片 那餐饮没过去都算OK的 对 所以在那边可能从中午到晚上 然后冰起来第二天再来 尤其如果是叶菜类的东西 又担心它里面有一些 硝酸炎的残留 会经过这些 维生物把它降结 变成咬硝酸系列 然后再不良地处理 所以有没有可能 如果你每天都吃 然后保存都不好 可是你跟他说 我就是今天吃一下会得癌症 你会想过 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地方妈妈对剩菜 care的程度 可能跟菜价有关 因为叶菜一把10块20块算了 但如果有时候买一些什么 玉米笋青花菜 它如果有时候会比较贵 比如说下雨天之后 那我原本通常都是剩的话 我就在微波加热 那因为小时候 小朋友从小就吃我做的菜 一定嘴巴变得很挑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加热的菜我不吃 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口感不好 或者是干干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就把它做成 对 你真的老大了 你真的做得很好 不怕什么 刚才还摆盘 咖啡 因为像我们小朋友 不都会吃那个副食品吗 我的灵感来自副食品 它有那个副食品的盒子 我就把它切小 然后加高汤跟吉利丁 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炒脚白笋 脚白笋 然后这个是酱油昆布 然后这个是毛豆炒红萝卜 就是真的是 你可能前一趟剩下的 它就变成一个开胃的前菜 你小孩胃口真的会痒坏 人家我的肚子有迷笋 其实是非常好吃 但是这个有一点点 研究上的偏差值就是 你这个一定 你这个脚白笋真的剩的吗 还是为了做这个炒 给我们家的 没有 真的剩的 我有照片佐珍 就是它前一天和它隔天 那这厉害 因为这个口感 吃不出来是剩的 我觉得重点是因为 它泡在汤里面 你这脚白笋给我吃好不好 好 它泡在汤 你吃它可以 吃不出来是剩的 没错没了 很好吃 对 其实 脚白笋好好吃 所以它又加了那个 鰹鱼糕的进去 所以吃它味道 所以我当然才怀疑 它作弊 就是现实好不好 小猪娘真的很厉害 还有小猪娘 小猪娘我不担心 宋哥我就可以 她不是来吃的吗 好烦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小孩很喜欢吃 因为方便嘛 就是你只要有什么东西 就是往里面加 包一包 这样就可以吃了 所以只要有剩下的菜 我就把它微波加热 或者再炒一炒 然后反正再去买 润饼皮回来 然后又再包一包 这样它就可以吃了 但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它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吃到第四次 第五次之后 我老公跟我小孩就已经 脸 你没有看他们天见 脸越来越消沉 你知道吗 然后脸越来越... 每天都在清理 我就是不想吃润饼 她就说那今天完了 我们把润饼扎一下 变春菌了 是超喊的 对 所以后来又等于就说 我又剩下一堆菜 然后又剩下一大堆润饼皮 好高签喔 对 就是循环嘛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就把润饼皮 就是捏成凹槽 一叠润饼皮捏成凹槽 然后把剩下的菜 比如说高丽菜 豆芽菜 红萝卜或者是蛋 把它切成蛋皮还是什么的 就是肉 我就把它加到那个凹槽里 润饼凹槽里 润饼皮凹槽里 然后再加一大堆起司 然后送进烤箱 它就变成 宋哥的起司 这个还不错耶 这很厉害 而且上面还有加红粒饼 这很厉害 还有红糟肉 而且你看 其实就像熊姆讲 它这个润饼到时候变成像 千年酥的感觉 对 是脆的 闻起来很香 可是我觉得他把起司 放很多的话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那个切片 弄起来像派的感觉 对啊 切片很漂亮 我来咯 它是好吃吗 我再次吃得比它更扎实的 就有牛肉干了 这吃一定就饱了耶 都大好 其实它很好吃 但是 很诡异 很诡异 太恐怖了 因为它的手太美 对 它的咬感 口感又很扎实 然后里面味道有无味杂成 可是我有点压意 润饼 这样子弄起来是OK 我本来想说那么多层很奇怪 可是它润饼是好吃的 它烤出来其实是脆的 对 然后吃下去那一个 其实比大家可以吃的 我觉得是好吃的 其实我觉得 它这个做法是不错啦 但是 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会有点困难 那这个其实如果你把它 一些菜炒一炒 然后加个蛋 然后把润饼皮放上去 变成卷饼 可能会比较好吃一点 难过他们吃的时候 都一直配水 配很多水 喝水也好 你两个确定要把它吃完吗 其实真的还好 要边边有这个办法 而且这个可以训练小朋友 就是说 每一口要咀嚼二十下 而且宋哥以你 厨仗很OK 真的 加分了 所以我们要把我问哪些原则 才不会导致 他还没抽下去 他已经咬了五十下 就是 可以让剩菜 或者是多出来的菜这些 我们至少可以把它营养有保留住 然后又可以美味一点点 好 因为我知道各位妈妈很辛苦 其实到晚餐的时候 那些蔬菜类的东西 一直要考虑到说隔天吃 到底有没有营养价值 好 那如果说真的要讨论 那么认真的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你隔天吃的所有蔬菜 它的膳食纤维其实都存在 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说 你要吃到膳食纤维 其实你隔天只要 加热完全其实都可以吃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考虑到就是 你要补充所谓的维生素B群 比较水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 那我建议你晚餐的时候 可能最后刚刚梁佑姐提到 就是 绿色的叶菜类 尽量还是把它分掉 把它吃掉 那如果像根筋类的 或者是菇类的 然后或者是像瓜类 冬瓜 苦瓜 然后或者是像 羊虫 辛香料类的 其实它可以在隔夜的时候 其实吃的时候 它的一些营养成分其实都有 还保留住 对 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那个温度到底多久要去冰 刚刚其他老师有提到就是 有一个危险温度 我们食物有个危险温度 就是5度到60度 这个温度是属于危险温度 容易长自身所谓的 维生物的一个产生 所以呢 妈妈很疑惑说 那以前不是要放凉才能冰吗 对 那现在到底怎么冰 我教大家 因为我们有试过就是 大概在65度70度C的时候 那时候的温度其实要赶快冰嘛 你用手去摸 摸那个盘子啊 就是你觉得不会烫了 就温温的其实就可以冰了 对 温温的就可以冰了 它的温度就不会低于60度 如果你摸其实凉凉 其实它就已经低于60度了 这时候你可能在室温下 已经放超过两个小时 那如果说夏天超过一个小时 冬天超过两个小时 其实我们建议 其实就不要再放到冷藏 其实就要丢掉了 如果以安全的一个考量来考量的话 了解 那其实像这些蔬菜啊 大家改造 非常棒 然后 过了 过了就没事 头过伸就过了 你记得这个肉类好一点吗 好不好 家中的肉类都是怎么保存 因为通常肉都会剩 尤其有一些我们遇到 那种滷肉的状况的话 大家会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家就非常爱吃滷肉 所以我每次都常常 滷各式的牛肉鸡肉豬肉 各式的滷肉料理 那常常有时候还是难免会滷太大锅 吃不完 那我的做法就是 我知道太大锅 我就会直接用冰块 直接隔水 让它马上降稳 然后明天要吃的部分 我就会用玻璃的乐扣盒放冷藏 那如果是最近吃了比较多滷肉 有点腻的话 我就会 分小包装 放夹链带 直接送冷冻 那下个礼拜要再吃的时候 就是直接拿一包出来加热 就很方便这样子 所以你是其实还没有给大家吃之前 你煮好就已经先分了就对了 我会先分 然后就是规定说 你们今天就是滷蛋一人一可 没有了就是这样子 对 很好啊 很聪明 就是先用假链带冰冻就对 可是像我老公他因为他就是非常 他是很传统的 就是喜欢吃中餐的 所以他 超爱滷肉饭 而且他连那种唱庆下 他也要淋滷肉的那种 他就很 对 然后他就很爱叫我滷一整锅的那个滷肉 可是那个一定吃不完 可是我一直放冰箱 其实我也怕他直升戏剧 所以后来我就是用不同的那个 小的那个也是乐扣盒 然后把它分成一小盒一小盒 然后直接放冷冻 而且因为滷肉饭 它的胶质 它上面不是都会浮一层油吗 它胶质很重 所以它直接放冷冻 它不会变成冰块 它会变得有点像那个 果冻结架 那个桑桑那种 所以你要吃的时候 你就是拿一个出来 然后切一块 像切果冻一样这样子 切一块出来加热就好 这样子我老公他就是每 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你爱吃几天 滷肉饭都有 对啊 而且都不会坏 这还蛮厉害的啊 就是大家是不是先把它冰到冷冻里头 然后再来处理就对了 可是像这样的保存方法 应该算是很OK了吧 没有错 因为它是在一滷好的时候 就马上分装 其实你滷肉一直在那边重复 一直滚的时候 第一个很容易产生一个东西 叫氧化长进分 第二个其实滷到最后 其实所有的菜都变得好咸 所以像这样分装非常重要 但是你在加热的时候 我建议要加入新鲜的 葱姜蒜 洋葱 则其一就可以 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氧化胆固存 是 新鲜的葱姜蒜或洋葱 对 则其一就可以 那如果我只是弄出来 我只是要用那个微波炉的话 那怎么办 比较不建议啦 其实微波是 如果你大于500cc以上的汤品 或者是说你是冷冻的 我还是建议煮沸它 因为你这个用微波加热 其实它受热不均匀 那常常呢 这个有一部分是热的 有一部分是冷的 那其实没有完全杀菌 所以还是500cc以上 确实煮沸还是最安全的 了解 其实肉 就是应该说肉鱼蛋豆系列 就是蛋白质系列的 要小心 最恐怖的其实是 肉乳改育不平 那在台湾 其实最近几年应该比较常见的 反而是 豆类 豆干制品 那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看似真空包装 但是 你就觉得应该是真空装 很多人都觉得真空包 表示菌 都不会有菌嘛 所以你不放在冰箱 或放在外面一阵子 应该补给戏 可是不对的 如果那是 没有经过商业灭菌 看起来像真空包 然后结果呢 你想说把它摆外面一阵 有一个就是想摆外面一阵子 没有关系 这真空包 直接用应该没有关系 后来不得了 吃了之后又开始觉得 奇怪是要中风嘛 因为有些麻痹 通过那些东西 开始觉得有问题 送去又发现是肉骨感 菌素 中毒 所以 我问一下那个肉骨感 菌跟我们打进去那个肉骨 是一样的 因为 因为当你 所以这些瘦小脸 对 对 那你用到一支支有多贵吗 但是你知道那个用法就差很多 因为你想想看 它在你脸上是抑制那个 比如说我为什么这块肌肉会瘦 是因为我那个神经传导 没有办法加运动 然后你看就像你久不运动 那块肌肉就消掉 可是这是这样子 因为你这块肌肉没有功能 咀嚼的时候用别人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是 呼吸的这个肌肉被抑制 好厉害喔 对不对 你就可能会死掉了 而且死掉这样的肌肉还顶高 所以就是 发现嘴巴力摇一摇吐一摇 不... 不是... 你是把它打成鱼 然后抽取 然后打 不是 真假啦 不是 她们今天外来去 每个人都故意买豆干 这空包放在外面 对 不一样 又还不一样 但是必须到这个肉 不要问看最会煮的姿佑姐 肉要怎么处理啊 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让它 浪费要再造再利用的话 其实肉类其实还没有 蛮好再造的耶 像其实过年不是都有那些白切鸡 对啊 我最喜欢它们没吃完之后 我就把皮扒掉 然后切鸡 就把它掰那个鸡丝 那鸡丝其实你就配芹菜 去炒一炒 然后隔天你甚至于炒豆瓣纳的 都很方便 都很好吃 但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 炸鸡 炸物 真的 因为我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 客人来 然后老人家都会喜欢买那些炸的东西 客人来那个就很方便 可是你知道吗 像我有时候我不太炸东西的 但是偶尔小孩也会羡慕人家吃炸猪排 所以我每一次一炸就会炸很多 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 外面买那种 小朋友来我们家玩 想要去吃那种整桶的炸鸡 对 那我就会很大方 有的人要吃鸡腿的啦 有的人要吃鸡翅的 我说那你就通通买 买最大笨的那个 对 你看妈妈好大 但是 你永远吃一块两块 你就腻了 对 那剩下怎么办 对 而且第二天 你再微波 外面皮育被硬 然后你烤的话 其实外面有时候状况 就是就会变得皮太硬 对 真的很为难 是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网路有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 我就把它学起来了 什么 她说在炸之前先泡水 泡完水之后再去回炸 就会跟原来的一样 泡水 你有试过 可以 好吃 不错 你来试试看 麻烦你 隔夜的炸鸡要变得酥脆 我觉得非常之困难 不会啦 其实你试过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原来世界这么妙 对 冰的啊 然后你看隔天拿出来怎么吃 而且其实都会拌油 对 就会油泡会跑出来 那我后来有发现 他们网路就这样浇 你就是拿一个水 然后先把它放进去 泡水 太诡异了啦 泡水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秒就可以了 有一种吃辣椒 泡油条的感觉 泡了一下之后 我们现在要来炸它 你要炸它 泡过的水不就喷 你们去外面吃鸡排 不是用炸的吗 我知道可是没有泡水 那你不紧张啊 我帮你啦 我还是盖自己的脸就好 不用担心啦 还好 还好 其实你看它现在其实 它的空气又开始在炸 而且没有想像中 喷水喷的那么一种 对啊 有 有一种金黄酥脆的感觉 我看起来 那个酥的感觉 所以炸起来就有点 而且有香气 你们有没有闻到 我有闻到 有炸鸡的香气啊 你刚才切的时候会 这样吗 对 而且你看 它也没有在变黑 没有耶 差不多 现在变成金 可是我们直接变像这个 是隔夜的 就真的有点 你知道 湿湿软软的 你就有点水分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酥脆的感觉 有 很黏耶 怎么样 有耶 你这样签 有 好 对啊 对不对 这集播出会不会很多 鸡排叶者就开始把 隔夜鸡排泡住 对 不用这一种 真的不用这一种 你干嘛 好公平 是不是 这样切的时候香味都出来了 而且肉不会柴柴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炸完之后 就没那么油腻 对 对不对 没有第一次买回来那么油腻 你要公平 这个是隔夜 然后 什么都还没处理就是了 就 好像橡皮筋 就是软的 就软的 而且这个好没有生命力的感觉 而且反而这个看起来比较油 对 对 当然 就是它都更油了 不然这个你就是拿去 切小一点去炒菜好了 对 但是炒起来它就会柴柴的 但是这个非常棒 它其实真的有酥脆感 而且那个香味都一直在 对 可是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要先泡过水 这不是它会更 更冷气吗 据说大家如果想象中 你有没有发现 稍微有一点点冻冻的 有一种像是那种 什么孔雀饼干系列 你会发现它吃起来会酥酥的 对 所以在酥跟硬之间 重要的是它中间那个孔洞的结构 很多小洞小洞小洞 让你觉得它酥脆 那这个小洞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这些面浆它包好之后 你想想看 在加热的过程中 那比较 里面有的水 它会因为加热 然后变成水蒸气跑掉 它的本人本来的位置 就留了一个洞 所以就是到处到处到处都是小洞 这时候就让你觉得 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 可是当它在空气中放酒 是不是会稀湿 对 然后慢慢它又会塌陷 塌陷 塌陷它塌起 它就质感又不下去了 它就变成暖暖 所以这个时候 你重新让它给水 然后重新再让这些水蒸气 不不不 倒走 又重新制造这些孔洞出来 天啊 很棒 好方法 是塌陷吗 知道如果是鱼呢 鱼呢 鱼应该是红糟啊 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喜欢把剩鱼 剩肉做成 完全不同风味的料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人 太挑嘴了 每次隔天在端出剩肉的时候 就会被爆变成什么 又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只好绞尽脑汁 就是做成不一样的料理 像比方说剩鱼的话 我会把就是鱼肉全部剥下来 那就会做成 因为剩鱼很容易隔天会有腥味 对 所以我会做成口味比较重一点的 韩式的这个马铃薯炖鱼 对 那个给 就是会有一点点微辣对不对 对 那如果剩肉的话 其实最简单就是加一点咖喱粉 就变成 咖喱风味的卤肉 如果你要加码的话 还可以加一点椰浆 就变成印尼风味的这个 椰浆的 咖喱卤肉 可以拌超搭的 真的 会变成一格料理 对 对 那其实在变成咖喱的时候 它马铃薯会融化 那就会有勾芡的感觉 其实就感觉很像 就是本来就是在做咖喱 很好吃 真的 真的印尼那种椰浆咖喱的味道 我特别去加那个印尼风味的椰浆 而且我觉得乳肉变成这样子 反而小朋友会更好咬 我觉得 因为它其实乳肉已经把它肉 有点烂烂的了 对 所以这样子吃下去 小朋友会很舒服 很好咬 因为我还吃到一个什么菇是不是 对 我有放那个 雪白菇 雪白对 雪白菇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一开始 从炒肉就开始做咖喱 会觉得那个肉比较久 才能炖到那个软烂 对 它等于是前一天把它先让它烂了 所以现在只要上色上味就好了 对 好好吃喔 其实我觉得乳肉 在我们家来讲要剩下 其实也不会太多你知道 所以每次剩 都是剩个三块四块这样子 你把它再弄一锅也不够 但是我后来发现 它来煮根筋类很好用 我就把滷肉稍微切小一点 然后煮冬瓜 或者去炖南瓜 或者去炖菜头 其实因为肉它有香气的嘛 然后有滷汁 然后炖在一起 然后那个等到 那个根筋类软爛的时候 然后那挖起来 其实吃就有肉香 你根本天才会要不用什么香 那像鱼呢 鱼你会怎么处理 鱼原则上呢 我只要那条鱼太大 那我就会赶快把头跟尾 先把它切下来 就是把它分下来 那中间肉就让它们把它分掉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的时候呢 我隔天我就会放 葱姜 蒜 辣椒 然后做那一种 酸辣的 放个香菜 放个九层塔 然后呢煮的酸酸辣辣 给我公公 或者是我老公吃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很好 不过要提醒一下 因为像如果是鱼类的部分 因为它确实比较容易腐败 所以如果说真的吃不完 隔天那一餐再做改造料理的话 那一餐就一定要吃完了 那如果吃不完的话 其实我们就建议不要吃了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吃什么鱼好像会过敏 其实都是那个不新鲜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鱼或是海鲜类 其实最多最多就是隔餐 重新改造吃完就算 那肉类的部分 其实大概可以 大概三四天左右 如果你保存得意的话 其实都没有问题 营养也没有问题 营养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其实就是蛋白质 但是我提供一个就是 我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自己有乳肉的话 那我会把那个就是 要放到冷藏之前 我会先把那个油先漂掉 然后剩下一点点的汤汁 跟所谓的肉 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 保鲜盒小盒小盒的 我会把它冰 就是一盒一盒冰起来 那隔天的中午 像有时候我们在医院 我就会有那个生菜 我就把有点像那个 刚刚那个蔬菜丼的概念 但是因为肉类它有油脂 所以它会结成肉洞 对 而且它有那个酱汁 其实会很咸 因为隔天的那个 乳肉酱汁很咸 所以你的那个生菜沙拉 你就不需要淋酱 你就是一块一块的肉洞 放在上面 然后你就当成有蔬菜有肉洞 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你再弄一点那个 黄色的玉米笋 然后夏天的时候 我会放那个两个笋子 超好吃 那谭老师处理鱼肉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像那个 我们在把那个鱼肉剥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吃要挑干净 因为我们曾经遇到小孩子 就是看到这个鱼中这样 就吃进去就吃到了 他就要特别小心 还有其实我觉得 这个剩菜一定要注意 不要越煮越大锅 然后还有也不要越煮越咸 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盖它的味道 会加很多调味料 其实反而这样子越咸 对健康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那谭老师我知道你们家 其实不大有剩菜 但是我今天钓到 我没有办法一餐吃完的话 我鱼要怎么处理呢 可以教教我们吗 好 欢迎蔡老师 吃不完的鱼怎么样料理呢 来看看 其实呢 就把这个鱼肉剥下来 然后把刺条干净 然后我们就 这你知道菜名是什么 其实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这个就是变小孩的 酸酸甜甜 变小孩的鱼料 酸酸甜甜 变小孩 好 那我们就说这个葱姜蒜 可以这个减少氧化胆固醇嘛 那因为我炒菜习惯用的油量 是非常少的 真的很少 对 就稍微一点点 把这个蒜稍微 那个葱稍微炒一下 让它有一点点这个翠绿的感觉之后 我们就下这个红椒 对 你可以五颜六色都可以 对 只要你喜欢就好了 然后这个鱼料确实的加热 所以我们在炒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下来了 对 然后呢 这个就可以也可以像那个 以理说的可以包一些生菜的翅膀 那其实肉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这个比较特别 这是凤梨的心 对 凤梨的心 对 因为我不大喜欢加 那个糖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凤梨来取代这个糖 是 然后也有一些酸味 然后呢 我们就得把它加进来 炒一炒 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小黄瓜 最后才加进来 好香喔 因为我们小黄瓜 只要让它有一点 有一些脆度就好 不要让它太熟 譚老师做的料理很奇怪 结果他做起来 感觉随便炒到都很好吃 我回去做 都没有 他不懂为什么 好 那我们最后 只要加一点点的盐 其实因为这个鱼 有一点点咸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太多 我们就一点点的盐下来就好了 因为这个菜是没有味道的 真的好一点喔 然后呢 就稍微炒得 就是你让它这个 中心的温度是够的 这样才能够彻底的那个砂菌 而且这个颜色好好看喔 有红 有黄 有白 有绿 对 其实你可以鸡胸肉 也可以把它切成 这个把它抓成丝之后 也可以这样炒 对 那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对 我个人觉得王医师 一定能耐真到 对 没错 这完全不是我的菜啊 而且王医师刚刚说 像这条鱼啊 如果在他们家的话啊 基本上呢 最后大家不吃的时候 他会一个人把这个鱼 带到角落 然后把它吃过 为什么一定要去角落呢 很大耶 最近我有这个 跟我抢食物的敌人 就是我女儿 真的喔 真的喔 他也喜欢这种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吃呢 怪爸爸 这是一种 好 完成了 好笑喔 好 我们先试试看 很好吃喔 很香耶 我觉得夏天可以做一个 这样就当一个主食就可以吃 它很泰式的感觉 没有盆子 而且凤鸣鑫怎么那么好吃啊 太精神了 而且凤鸣鑫煮一煮热热的 其实还微甜微甜是好吃的 而且它就不会硬来脆 软软的 而且它每个蔬菜都脆 脆感都还在 对 对 宋哥 你可以拿这个去包 你真的 好贝们 我回来咯 不过其实呢 我发现很多剩菜剩饭 这是妈妈的噩梦 对 我觉得今天教了很多方法 就是除了保充她的营养之外 还有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记得到妈妈好生产 自然贡猛猛猛猛 好好吃 拜拜 拜拜 还是有一天妈妈其实在问 就是其实我们小朋友 大概七八个月之后 就是大辈子比较成型了 然后到一岁左右呢 他有不明原因的拉肚子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会紧张说 到底是 那遇到这种状况 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要从哪里下手开始查 饮食都没有改变 那说那感染怎么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可能你已经有抗体了 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 他小时候吃过 轮狀病毒疫苗 他在得轮狀病毒的时候 就那么吸个三五天 便便 自己就好了 所以有可能是感染 这是第一个你要考量的 那感染一定要看医生 也不一定 如果你的孩子状况 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让他自己抵抗力杀死掉 但是如果今天那个感染 事实上他拉到屁股都红了 食欲都下降了 那么当然医生就会帮你处理 那撇开感染 大概就讲到消化的问题 一般来讲 如果已经快要到一岁 那七八个月 九个月 你那个奶都没有变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要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 有些宝宝一开始 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喝奶开始不适应 那就是他那个奶必须要做调整 所以通常如果要讲消化不良的话 我就会比较抓吃副食品 那副食品有可能是吃太多了 比如说平常只是吃一口蛋 结果那天星期来才吃了三颗 那有可能就会有消化不良的现象 所以那个量你可能要抓好 那我也了解有些 这个一岁左右的小宝宝 他呢 饮食也控制了 感染也没有人搞那么久的 比如说医生说 那你再回家观察一下 好 观察一周 两周 三周 怎么都还是在拉 可是你仔细一问 他一天可能就拉个三次 两次 也没有很多次 然后呢 食欲也正常 精神也正常 那这种我们有这种特别的叫做 那专门就在学步 就学走路的时候 一岁左右就可以 对 那这些孩子呢 通常我意识就是 他的肠胃蠕动比较快 所以导致你看起来分辨比较稀 仔细问一下家人说 你们家有没有谁一紧张就会拉肚子 好 一问就妈妈有 爸爸的 表示他就遗传你的体质 了解 那学步型蠕戒既然不是病 我们就只能从食物当中 让你的这个肠胃到蠕动慢一点 是 哪些食物蠕动会比较慢的 蛋白质蠕动比较慢 所以反而你蛋白质啊 然后这个脂肪 你可以稍微拉高一点点 那淀粉质蠕动会比较快 尤其那种超级甜的果汁啊 水果啊 这种东西 可能你量就不要那么的多 或者不要选那么甜的水果 让它蠕动慢一点就好了 了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